Hello,大家好 那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TK Intel的桌面编程的基本知识 那这节课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项目 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嗯,实际上做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项目 可能会对我们深入理解TK Intel会更有帮助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Note,好吧 做一个简单Notebo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它的一个显示的效果 我们先,对吧 OK,我们先运行一下这个项目好吧 不是这个 哦,sorry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这样一个机式版 而这个机式版呢 它会有哪些操作呢 会有菜单,对吧 各种各样的包括天增刷改查呀 然后能够去查询撤销等等这样一些操作 还有一些版权的这些操作 比方说我们来打开 通过它去打开一个文件 比方说我只支持Tax文件的话 或者普通的文本文件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文本文件我们能够打开的 比方说我来看一个原代码好了 OK,这就是文本文件的这样一个打开 那打开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另存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进行考虑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编辑 比方说我在这儿进行了一个删除操作 但在这儿是可以去撤销的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支持一些快捷键的 比方说用Command加N或者CtrlN 然后去新建一个文件等等 这些快捷键也是支持的 还可以去进行重做啊等等等等 同时我们能够支持一个查找 然后我们能够去查找一下TK 我们能够去查找一下TK 然后进行一个匹配等等 那同时能够进行全部选择 这些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些操作 所以那从界面上面来看 它会有一个menu 会有一个ture bar 然后会有status bar 就是状态栏啊 中间这一块也会就是我们的 输入的这样一个正文的内容 所以它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记事板 所以那么既然是这样一个记事板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准备一下它 而且它是跨平台的对吧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块来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它 既然说它是一个跨平台的 我们看一下在Windows上面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操作系统 它的效果真的是会不一样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Windows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Python就这点好 就是它的跨平台真的是会随着不同的操作系统 它自动的这个GUI的显示而不一样 一般在Windows上面 它的菜单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而不是像我们在苹果里面 它是分离的 不是像我们苹果里面 它是分离的 同样的这个打开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些文本都打开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它在这一块的提醒栏上面 跟我们苹果下面的这个提醒栏的显示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 Python桌面编程的一个好处 OK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带着大家 把这个项目给它做出来